获得习武的专项身体素质 为学习拳械套路 不断提高技术水平 打下良好的基础 拳宴说 练拳不练腿 到老冒是鬼 这就提醒大家要重视腿工的练习 腿工练习 只有遵循静力性的压腿 和动力性的踢腿 两种形式相结合的原则 才能收到较明显的效果 练习腿法时 要做到三直一勾 就是腰要立直 腿要伸直 臂要撑直 脚要勾紧 踢腿时要做到快起凝落 达到快如风的要求 屈伸性的腿法 如画面中的弹腿 蹬腿 踹腿等 席练时要特别注意力度速度和准确性 扫转性的腿法 如画面中的后扫腿 前扫腿等 席练时要特别注意速度 速度和着力 感谢观看